有这样一款靠服器既可以锻炼身体又可以做靠服用 注意看中国农民发明的助力型走器 动力大支撑稳 力学原理人体工学设计 减少膝盖压力 穿戴也非常简单 穿里穿外都行 轻松上楼爬山真是太好了 看这样走路就不会画圈了吧 自己也能自主下楼了吧 早就告诉过你用上它 看到这里你相信了吧 是啊没想到这么好用 注意看这是专为行动不便的老人设计的膝盖助力器 可以帮助腿部无力的人抬腿支撑保护膝盖 轻松上楼爬山 穿戴也非常简单 真是太好了 这种好东西刷到了就别错过 别等到哪天需要的时候再来找就没有 中国人真是太聪明了 发明膝盖支撑助力器 力学原理 人体工学设计 减少膝盖压力 动力大 支撑稳 结实耐用 穿里穿外都行 太方便了 看看俄罗斯新研发的护膝技术 由于我抬腿不太方便 老公让我试试这个膝盖助力器 绑带粘贴的设计 穿戴非常简单 后置碳钢弹簧 可以辅助蹲起 支撑抬腿 轻松上楼爬山 这款膝盖助力器 不仅能为腿部提供40公斤的助力 也不增加腿部负担 它采用轻量化设计 以及弹簧配置 让其登山骑车工作等 都能进行潜压保护 并反弹助力 使你的膝盖不再过度损耗 而且透气和防滑 让老年人也能轻松健身 穿上一款正确的训练器 不管是对锻炼者还是康复者 都会起到很大的作用 今天我就给大家分享一下 这款膝盖助力器 对于康复者来说 后侧的三组弹簧 起到了很好的辅助回弹作用 这样可以使膝盖无力的患者 得到更好的恢复 对于锻炼者来说 加长的绑带 可以起到很好的固定作用 使运动时不易掉落 这款膝盖助力器 适用于多种人群 轻松解决运动人群 爬山等户外运动 或者康复人群 日常锻炼的困难 现在点击视频 下方小黄车 就可以下单了 现在我老婆离不开她了 吃了一个月 我就觉得我一定要下单 我就真的是想推荐给每一个人 腿部支撑立场 影响走路姿势 试试佩戴上这款助力器 来修正和辅助 将上下绑带 固定好在腿部 后侧贴合腿部的塑板 为腿部起到一定的支撑作用 无论是练习下肢力度 还是上楼梯 三组高碳钢弹簧能及时为膝盖处回力 视频同款 下方小黄车购买 非常好用 非常好用 用过的是一定会回购的 这款产品特别香 如果有买了多少题 大家可以评论一下 这款产品香不香 注意看 这是专为行动不变的老人设计的膝盖助力器 可以帮助腿部无力的人抬腿支撑 保护膝盖 后侧高碳钢弹簧 辅助你轻松上楼 爬山不费力 穿戴也非常简单 全面包裹不掉落 真是太好了 诶 这是什么 注意看 这是专为行动不变的老人设计的膝盖助力器 可以帮助腿部无力的人抬腿支撑保护膝盖 轻松上楼爬山 穿戴也非常简单 真是太好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